我一直覺得說 我對紀寶如的記憶到那裡就結 就沒有 好像沒有再聽到 因為她就 好像余天的弟弟娶了紀寶如 她就結婚了嘛 人生就結婚了 那我想結婚了 但是 小燕姐 我不是結婚 我是跟著她跑了 我後來我看到書我才知道 這地方劇情很複雜 對 這本書裡頭寫的 那個跟電視劇裡頭很像 一個巴掌就跑了 真的 但是真的很小 而且她啊 腦筋也不錯 跟余龍講 我要懷孕 怎麼 真是 還是把孩子放出來 不然 那個時候只想到說 要有自己的家 對不對 小女生變成大人 有人注意你 談戀愛了 那種喜悅 尤其是我們童星 是真的那種感受是自己都會覺得 我變大人了耶 所以妳就覺得好像非她不嫁 妳比較勇敢 我好像沒有太... 那個時候我... 我還在演戲耶 17、18歲的時候 哪敢啊 我幫我去警察啊 我要講 小燕姐 我坦白講 就是可能也是到了17、18歲 我覺得我還完全沒有主控權 第一個就是我不能跟同學 也沒去上課 我真的就是 最主要就是妳自己 其實心中沒有什麼愛 父母的愛 再加上妳肚子裡面 沒有知識的話 是沒有出口的 妳當妳碰到人生有問題的時候 妳不知道怎麼辦 就直接覺得說 我就是跑了就對了 反正這邊不好 我就跑 對不對 所以她那個時候17歲、18歲 就等於跟魚龍 就跑到了瑜伽就對了 然後瑜伽也沒辦法 既然來了 又說有懷孕了 對 就生吧 而且我還坐下來人家說 我說不 一個17歲的 然後她18歲才能結婚 17歲先待在他們家 我跟妳講 阿嬤那時候不曉得 要去抓的話 真可以把妳抓回來 是 對不對 可是在那時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阿公就爺爺 沒有幾個月就走了對不對 對 我覺得在我看這本書當中 我覺得妳的人生當中 後面有25年是非常痛苦的 這25年是應該說 從17歲嫁出去到42歲 認識了黃瑪麗小姐 這當中25年是非常痛苦 那個痛苦當中包括 第一次的爺爺走 妳覺得大家會怪妳說 可是那個時候妳知道 她才是一個18歲的姑娘 18歲 她就要學做媽媽 學做太太 要跟著魚龍去做生意 打拼 打拼 我是太難想像 妳那個時候 一個外面世界沒有接觸太多的女生 一下子就要跑進去 然後一下除了一個小孩 然後又再生第二個 生了三個對不對 對 而且三個都男生 然後再加上妳根本就害怕去當媽媽 所以妳就跟著魚龍的後面屁股在跑 所以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不願意魚龍在目前這一行 所以就跟著她做生意 後來就去排秀 經濟秀 那個時候其實做餐廳秀很複雜 很複雜 都是一些兄弟有時候會包場什麼的 不會啊 只是魚龍跟我兩個人 一起跟兄弟在談的時候 那個兄弟忽然間吃檳榔就咬咬 呸 就是呸就是 顧著我臉 吹到魚龍的臉上 然後魚龍就這樣 輕輕的擦 我就忽然間跳起來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老公 哇 妳就很恰 很恰沒有用 就被砍了 對啊 就砍魚龍 然後連我也腳上也一起砍 對啊 妳的人生 可以拍百集喔 這也是劇喔 但是 但是妳覺得那個時候苦 可是我又覺得 只要跟魚龍在一起就是甜蜜 妳知道她 十七歲開始 真正的懂得第一次愛人 或者被人愛 我覺得那個是她 人生當中第一次覺得有愛情 可是生了三個孩子之後 她突然發現魚龍 其實魚龍比妳大九歲 她其實把妳一直當小女生 雖然妳就跟著她 管得她滿緊的 但是也沒有用啊 男人後來還是會有 所以我說夫妻喔 這個怎麼講 有的夫妻就是可以 共歡難 共享樂 我們兩個人曾經這樣打拼 這麼辛苦 這樣被殺被砍 然後完了以後又 進入股票市場賺進上億 可是當順利上億又跌下來的時候 負債一兩千萬 那就是 真的 憑見夫妻百事愛人 那開始吵架 可是很多的夫妻可以 在那個時候忍讓 可是我也不懂啊 魚龍 妳那時候才幾歲 二十 二十七 八歲吧 三個孩子的媽 我的天啊 現在很多女生二十八歲 還在吃甜點 那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這樣子高低起落了 那忽然間她交了一個 十六歲的女朋友 其實我最在乎的是因為 她交一個比我當時還小兩歲的 其實很在意這個對不對 對... 交一個二十六就算了 就是那個想不開